喔 食安會比 會啦 會啊 當然 因為像我自己是我女兒在下個月 因為她現在三個月嘛 然後四個月之後 就要開始吃不食品 我就看到一個新聞 我就自己就嚇到 她說有一個阿嬤就是餵食 小朋友喝那個蜂蜜水 因為她的孫子就是不想喝水 她就餵她喝蜂蜜水 結果她的那個腸胃 整個就什麼黑掉 然後 對 然後我後來才發現 一歲之前有小朋友 很多東西是不能吃的 什麼四季豆啊 蜂蜜不行 對 一歲之前的小孩來講是毒 然後我就發現說 原來小朋友在一歲之前 有這麼多東西不能吃 因為食安問題 我就買了一堆東西 我女兒現在還用不到 我就已經買一堆 比如說像這種 就是你出去外面 就不要用別人的碗 你就是給她帶自己的餐具 然後像這個就是小朋友 你拿不穩 超可愛的 你拿不穩 可是 她東西她都不會倒喔 小朋友這樣 你看 永遠都在裡面 除非她要整個這樣打過來 滿厲害的 地震 對耶 地震也可以吃耶 不要咬 她在這邊這樣 等一下 妳裡面有東西 要這樣配給我 真的有耶 然後你看 好可愛喔 怎麼翻都不會倒 這個很棒 對 但你女兒會用手抓 我說除了這樣子之外 然後還有我跟你講 是不是小孩前三個月 沒有 我就是先買 然後像這種就是黏在桌子上的碗 或者是這個隨時可以喝 然後你掉在地上 水都不會灑出來的 然後像我女兒 現在不是會流口水了嗎 所以我就給她買這個 360度的圍兜兜 可是重點是 這個圍兜兜的機關 她去打針 一歲之前是不是要打很多針 對 那她一打針的時候 你需要吸引她的注意力 這個還可以當丸子 對 不錯耶 這好棒喔 除了這個之外 這個也是很酷 因為外面嘛 就像剛剛地震救難寶 她這邊可以放媽媽包 然後這個反過來之後呢 坐 寶寶坐在這邊 屌了啦 她就可以當椅子 這很可愛耶 她可以靠背耶 漂亮耶 這個 然後如果你覺得 你帶這個太麻煩的話 另外這個也可以 這個直接套在椅子上面 直接套著寶寶坐在這裡 然後她還有這種 小孩是不是一歲之後 會很愛亂跑 你就直接給她綁在身上 當千繩一樣 然後我就是為了小孩 買一堆這種東西 因為這都是跟外面有關 就是你當你的小孩大了 你要帶出去 不管是吃東西 會不會太... 對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我走到什麼程度 那現在才三個月耶 對 我連兒子的都買 因為算命是說 我下一胎會生兒子 然後 所以我再買這些 小洋裝 小裙子啊 這種的 像這個也很酷 太大了 等妳到她可以穿的時候 妳都找不到她在哪裡了 對 妳就會找不到這個衣服 這件衣服 而且妳會買到 忘記說妳有買 對 但是我女兒現在真的很小 我女兒現在才這樣 好小喔 好小的 好可愛喔 她還只能躺著 好可愛 她還只能躺著而已 這是她一個月 這是前陣子的 但是出去的家庭妳都準備了 出去的家庭我全部都準備好 她現在還只能喝奶 連副食品 她連做都還不會為自己先賣 天啊 好強喔 知道她的進度 她可能再過一兩個月 大學的東西都準備好 對啊 有可能 不過食安真的是 會讓人家很擔心 對啊 因為很多東西不能吃 你就會擔心 真的啊 因為像 你如果養女兒的話 你又不能吃太多雞 為什麼 雞肉有荷爾蒙 她生理期會很早來 真的假的 對 真的 對 你都要去買那種 專門是哪裡的雞 不是只有雞肉喔 我們很多的植物 青菜蔬菜 也因為基改的原因 對 它下藥 因為它會長得很快 或者長得很漂亮 包括水果也會一樣 對 像你剛剛那些杯子的碗 它都是塑膠 都是香 都是分類的東西 所以你用久了就 不要覺得捨不得 它就要換掉 因為它會有 然後再來還有像我兒子 因為他是念營養系 他們要吃麵包或吃蛋糕 都說媽 我們要吃那個 無膚質麵粉 蛋糕 健康喔 對 所以他們反而比 我還注重食物 就是說要吃原型的 譬如說我早上我就會說 我好想吃麥當勞 誰要 然後一起去買 他說 媽 那不健康喔 然後他都寧可就是 燙青菜 燙紅蘿蔔 好養生喔 對 然後吃那個雞胸肉 雞肉還是那種土雞的 就是有放著買的那種雞肉 好棒喔 對 是老大還是老二 老大老二都一樣 就是老二是念營養系 可是老大都會問弟弟說 我現在要 我以為他們這種年紀 都是麥當勞系 沒有 他都要看 UberE哪裡有 賣健康餐 然後一個餐盒兩百多塊 他們就要去買那個健康餐來吃 然後米飯就不白米 一定要糙米或糙 對 探訪這個紫米 其實他現在的 我兒子這一代的年輕人 因為他們練健身 他覺得如果吃很多油炸的 其實他的 他會影響到他健身的品質 聽起來好像很多現在 新的唱跳歌手 為了保持身材都在吃著 對 他們就是健身 如果你健了半天 你沒有照著這個食物的一些圓形 或者是你練什麼的時候 就要吃什麼東西 對 如果沒有這樣吃的話 他們也是練不起來 那你們的小孩現在還是寶寶 如果你們的 你是過敏體質 像以前我是過敏體質 我老公一起床 可以打十個噴嚏那一種的 就是家裡都會有空氣清淨機 除了這個之外 可能就不要那麼早 開始有副食品 然後連喝牛奶都要喝綿敏的 對 就是這些細節上都要注意 怎麼看 Daisy 小寶 你們家對地就是 那個 那個通話間 夜市 有這麼多好吃的 所以大家都有在那個全家福 所以我也要帥一下 我跟我兒子 對 然後這張就 順便 順便 對 怎麼有孔瀏 妳跟孔瀏合照 感覺食安真的很令人擔心 而且我家就有一個活生生的 食安問題的製造劑 怎麼說 對 大家一看就知道是誰 當然 很明顯 我們家的爸爸是這樣子 第一呢 他是把他假醜吧的概念 就直接套用在小孩子身上 像我們媽媽出去都會注意 吃了這個餐廳有沒有 就是看起來衛生怎麼樣 他沒有 他就是以吃飽就好 他常常也嗆我說 我也吃得很好 我是哪裡長得不好 那我也沒有話可說 再來他有一個很奇怪的觀念 就是他覺得東西 只要放到冰箱裡 就不會壞 我兒子說肚子餓 他說他就去那個冰箱 拿了一個韭菜盒給他吃 然後我回來我就問他 我說你給兒子 吃什麼 他說韭菜盒 我說天啊 那個韭菜盒你忘記了嗎 是我們 兩個禮拜前去爬山的洞牌 太久了 他也就爬到了 也給他吃 他說那個有放冰箱 結果我覺得他就不會去玩 那你為什麼不丟掉 沒有 我可能來不及丟 再來他們父子很喜歡 一起喝飲料汽水 那大家知道說 這不行 這個對 除了就是說 對那個體重不是很好 然後人家講說 那個什麼素化劑 對兒子 還有糖啊 對 所以我就是管他們 我是覺得說我的 心很累 對再加上我自己工作也是很忙 因為我是婚顧 我做了十五年 那婚顧是這樣 第一就是我沒有固定的家旅 因為禮拜六禮拜天 就是大家最愛結婚 最忙的時候 對所以就沒有固定 第二個就是壓力很大 來自於大家都是 一生一次 他把這個責任交給你了 是啊 他不用講什麼 自己就覺得壓力很大 對啊 因為我現在就是已經是 歲數就四十家了 以前可以喔 以前我常常跟我同事開玩笑 我們都是等到我們 下班以後回去就是可能 梳洗一下 又來了 可以 現在真的沒辦法 很容易就覺得很累 對然後我有跟我的就是朋友 同學聊 他們也覺得說好像大家就是年紀 就是稍長就會比較容易累 然後你要去看醫生 然後我看了醫生以後才發現說 我就是敢出了問題 因為我覺得女人 我們都是把工作顧好以外 還要顧老公啊 對不對 小孩啊 公公婆婆 對 公婆父母 最後一個才是自己 可是我覺得顧好自己 其實是最重要的 滿重要的